沈大師講投資 主持沈鎮營 Hello 大家好 又到沈大師講投資的時間 沈大師講投資是一個收費節目 每季收費 一季是600元 今天是第32季的第二集 如果肉面向慾 就訂購重促 每季是600元 一季是13集 現在是第32季 今天是第二集 有興趣可以訂購 訂購的方法很簡單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親臨D18上環地鐵站 依出口的專門店 交費和會有同事教你們 如何使用Apps來收聽 另外舊有訂戶可以 現金入帳 ATM入帳 轉數快等等 或者你可以上網登入D18.NET 用PayPal付錢 澳門的觀眾可以在大豐銀行 買一張恆辛銀行掛鉤的支票 寄來我們D18總部 這樣就可以了 都是類似的事情 而今天最重要是做出一個澄清 因為近來 網上的假帳戶 假Facebook專頁 真是令人發指 當然是騙徒有去做案的手法 最主要選擇WhatsApp你們 或者Facebook訊息給你們 這樣加入一些免費群組 接著就給大家一些sign like 提示 大家不要中伏 而我們D18總部 審大司港流資的專頁 亦都被人冒認了 重申一次 我們沒有任何同事 會邀請大家進入任何群組 大家要留意提高警惕 一見這些假的專頁 就儘管去投訴他們 讓Facebook封了他們 真是再一次聲明了 總之就是騙徒出沒 現在這個世紀 真是疫情影響之下 大家生活艱難 很多人就動這些腦筋 來做世界 所以大家不要相信 會有我的群組邀請大家入閣 不會的 Telegram也好 WeChat也好 都是這樣的 好了 先說回市場 雖然這個星期的市場 反覆上落 不是很差 但也不是大好 不過今早也試過19,600的水平 不覺不覺 由18,000點 過禮拜 升上千多點 升上19,600 也提過大家 19,600點 無論如何都會有阻力回套 今天到了之後 作出回套 畢國回套有200,000點 左右 最後收市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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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其實表現不差 我們來看看 第一隻是中芯國際 中芯國際 你會看到 紅色箭嘴 是我前週開始推介 我推了兩個星期 基本上上週已經升了一棍上來 由19,20元邊 升到接近22元 我亦顯示了兩個阻力位給大家 第一個就是23個領 第二個就是再破 如果破23個多 那就直上了 到期時的目標可能28至30 我們看看最新的情況 這個星期的情況是怎樣 今天已經到23元了 實現了第一個箭嘴 紅色箭嘴就是推介 就是叫大家買的時間 接著就走上來了 現在等下一波 就是破到23.34 那就應該直指去目標 起碼就是4月的時候的高位 26元 或者甚至乎28至30 起碼都不是悶 起碼真的一個大浪升上來 還有上週我亦推介一隻 短炒的落後股 就是奧博 上週推介的時間 上週幅圖就是這樣 在下面底位已經形成了V字 不過阻力位未破3.3 左右 阻力位未破 看看最新的情況又怎樣 最新的情況已經突破了這個阻力 當然下一個阻力位大約是3.6 然後第二個阻力位是3.8 有很多朋友都問我 這隻短炒目標是看多少 還是怎樣 分兩方面 如果你真的極度短炒的話 理論上就是3.5元左右 應該是獲利的 這個是短炒的 即3.27元 3.27元 3.3元買 然後3.6元走 有10%左右 這個是短炒 如果想長久一點 所謂長久一點 就是炒7.1元這個概念 你就看下個星期 到星期四五左右 如果真的有機會3.7元 3.8元 其實怎樣都要 刮一半 或者刮水 刮完也不頂 雖然往後的復甦復償的概念 究竟是怎樣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但起碼一件事 只是炒7.1元的概念 應該7月1日之後 就差不多完結了 接著就要等下個回合了 所以這隻 我就不建議大家大貪 真的短線 在綠色線的技術位走 不大貪的就是3.5元 3.6元 如果大貪的就是3.8元 或者接近4元 這樣走就已經可以了 因為始終現在都是復甦的势頭 還未完全確認 或者復甦、扭武力、疫症會不會又再重臨 這些都是未知之數的 所以一定有不明朗 只不過是短線 技術上我覺得有機會 推介給大家 當然之前那隻中芯 純粹是基本面 是足以支持到股價上30元 會否再上就要看另一個因素 就是美國對中國的芯片技術 對華為的制裁 這方面會不會放鬆 始終我會覺得放鬆的機會很大 因為現在美國的經濟面臨著衰退危機 而在這個環境下 美國倒不起來 沒有了中國訂單的影響性 你看見美國的芯片股 基本上沒有了中國的生意 其實已經很頭痕 當然近期的芯片股上漲 其實或多或少 都有偷暴炒放鬆芯片監管 或者管制裁的因素 所以看看這個消息 什麼時候落實 但起碼有得搏 上週我亦帶來一個議題 這個議題就是 港股升浪何時展開 你說升浪 現在港股都沉在低位 你怎麼看升浪 其實你記住 一個道理 在投資市場上是很簡單的 一個道理 物極必反 當它是處於一個跌浪 或者 現在很多人仍然在說 仍然在說 但是很快就會轉變 港女就不值一提 港股就倒閉就算了 美股就在高位 很厲害很厲害 我真的看不到美股厲害 我只是看到美股做事做上去 做完上去 目的就是割韭菜 而港股就按住 這段時間按住 等時機來到升波頂 OK 等時機升波頂 那時機什麼時候呢 就是港股升浪何時展開的時間 我告訴大家 港股其實已經做了底 第一個底就是去年10月的14700 第二個底就是 之前三四月的時間 應該是四五月 就是做調整到18000 未來的日子 就搓上搓下 總之就是逢低級 不要高追 而短期的阻力 是19500 19600 今天到了19600 到了19600 做個回吐 的確這個回吐 暫時是200多點 究竟會不會做多些 最主要關鍵是 未來一至兩個星期 如果未來一至兩個星期 都做不到 只是橫行整固 當調整 接下來港股就會開始 展開升浪 我說的是展開升浪 當然是概別股分明計 我們看看行指幅圖 這就是今天 今天的情況 就是試了19600 藍色線那裡 接著就回吐 但是回吐的幅度是很少 8028點 基本上就不夠上天的低位 還有這個星期 過去這個星期 搓上搓下之餘 其實波幅交收不大 但是逐步逐步摸上去 當然關鍵就是 19600會不會穿 第二個位置就是 20300會不會穿 20300穿了的話 那就 港股應該可以行一個大升浪 所以留意著這件事 至於我們再看行指周線圖 即是VD圖 其實整個浪 你會看到 2月見頂 22,700 然後下來做調整浪 但是這個調整浪 在兩個星期前 就做到18000點的針底 然後上回 即是說 暫時來說 調整浪是有條件已經完成了 但是會不會再做多一次先上去呢 關鍵就是看 接下來一至兩個星期的情況 但是現在明顯行一個下降三角形 那麼 向上波還是向下波 就很難說了 但是我傾向於 所以就算反覆再試一次也好 都是要上波的 這個上波不會太久的時間 可能兩三個星期內出現 所以大家有心理準備 準備迎接港股的升浪 而這個升浪 就正正會打了很多人的一巴 就是說 港股沒有用 港股廢 港股撿了它 那麼究竟這個升浪 是不是出現呢 聲無以待 現在正在走一個整固階段的時間 還會有很多人說 但是我們真的不可以 不可以 信表面的走勢 正如美股、日股、韓股、台股 他們聲勢凌厲 是不是真的聲勢凌厲呢 兩地的經濟比較 中國和歐美國家的經濟比較 你可見一般 其實基本上 他們的升浪是虛的 所以這個要留意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說回匯價 因為今天我都看到有很多問題 包括有一個讀者 Boris說 本人現居住加拿大 一半資金是加持 請教 如果黃金上升 因為美元貶值 這樣對黃金對加持的走勢如何 另外 本人應否將部分加持 可以轉作人民幣 首先我們看看美匯 美匯基本上 上兩個月的反彈浪 即是四月尾 升到五月尾 這個反彈浪 就完成了 現在正在走下降三角形 當然 暫時還未穿毀 仍然有權像紅色箭咀一樣 向上突破 也有權像綠色箭咀一樣 向下突破 現在就是正代 究竟在哪裡突破 這個關鍵其中之一 就是今晚聯署議息 議息之後究竟什麼結果呢 會有聲明會暗示什麼呢 是否六月不加息 七月又要加息 還是不是 告訴大家 現在息口見頂了 準備減息 這樣 這個 或多或少 一定會影響到美元匯價 但你如今晚 明晚 都會兩邊發 是難摸到它的方向 下個星期才見真章 我仍然傾向於 聯儲局最終會跪低 因應經濟環境 經濟的不振 經濟的衰退 和銀行體系的危機 而要導致到 所以 息口見頂 這件事 已經是 不能回頭 差在暗示幾時減息 所以如果這個言論是明年 美匯又會擦穿103 試落去100 這次試落去100 如果炒得熱烈 就會穿毀 所以美匯會是這個情況 回答這個讀者 他說 因為是加拿大 如果真的用加持來買黃金 那因為美元貶值 這個對加持和黃金的走勢是怎樣 要留意一件事 如果是美元資產 即是你用美元 譬如美國人民 或者香港的市民 因為聯繫匯率之下 香港是變相的美元 金價一定是升得厲害的 一定是升的 而加持就要轉一轉 因為美元跌加持自然升 而黃金又自然升 即是加持和黃金一起升 如果黃金升的幅度 是大於加持升的幅度 這樣你用加元去投資黃金 都是會升的 否則的話 加拿大紙升得厲害 而黃金升得慢 加拿大紙升得多 反而金價有機會停滯不前 或者遠 這個沒有辦法的 因為你不是美金對黃金 你是加持 但無論如何 其實因為黃金 還有另一個因素 影響到它的價格 就是供求關係 各國央行不斷增持黃金 形成一個供求失衡 而有機會因為需求加大 而令金價繼續上升 這次上升 就會相對於美元計價的黃金 會升得慢 因為加持升 黃金又升 只不過黃金升得比較厲害 所以留意著這件事 可能也是 你試試用其他非美元貨幣 作為投資的工具 這樣就有不同 至於應否將加持轉人民幣 其實現在是好價的 人民幣7.1% 接近7.2% 是一個很好的入市位 所以 本着分散風險的因素 其實現在應該 應該都入一部分 人民幣在手 人民幣 我的預計 未來三年 每年升15% 這不是開玩笑的 這就是美匯指數的問題 看看金價 金價和美匯相對 但是 這陣美匯的升 金價的調整是有限度 所以我覺得 最終金價是會上破的 不過現在又是 虧限於一個 下降三角形的形態 如果 可以突破1980的時間 就應該 又展一個新的升浪 而下面的支持位 大約1930左右 暫時 昨晚都去到1940多 又彈了一些 又是 到了一個三角形尖嘴的位 可上可落 這個要留意 我們也預期一下 聯儲局今次的意識 究竟的結果會如何 而市場的反應如何 聯儲局首先看 利率期貨反應 七成機會不加息 當然利率期貨 是不可以盡信的 因為這只是反映市場的人的 預期或期望 但是 通常也准 因為 為什麼呢 有時候市場的期望 其實已經是 反映聯儲局的做法 就是七成的機會 六月份 這次的意識 是不會加息 不會加息的情況 是一定的 但是反而我們要針對 就是 在會後聲明和記者會 究竟會說什麼 我歸納了 也是有兩點要說的 因為這也是市場的 不斷的評論 會說 一就是六月不加 但是因為通脹始終是嚴重 所以七月又會加 第二個就是 息口見頂了 真的不會加了 還有 明年 或者今年年底 就開始減息了 一個較為英 一個較為格 應該會下跌 那麼 英D的說法 其實市場怎麼反映呢 如果六月不加 七月加的話 市場馬上就會應聲下跌 即是如果出這個聲明 市場又再出反映的話 理論上應該今晚 下半截的交易時段 美股就開始跌 這個就是 六月不加 七月加的預期 走勢 但是如果是第二個 就是息口見頂了 然後可能是 後一點才減息 譬如今年年底 明年初 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 聲明了要減息 只不過是時間的 會令市有一陣的 向上的衝起 但是向上衝起之後 跟著下來始終都要跌 因為減息周期 即是代表聯署各種理事 對經濟前景是極之憂慮 而這個極之憂慮 已經終於導致到 美股進入熊市階段 或者其實是繼續走熊市 因為意味著經濟環境最經 會極度惡劣 所以如果是吹第二個 息口見頂 明年或者年底會 開始減息 可能會 美股衝上去 衝多一個星期 或者幾天 或者一個多月 之後就開始逐步走下去了 記住 過去二三十年都是一個情況 就是聯儲局在加息周期 美股是上升周期 聯儲局在減息周期 美股是下跌周期 這個就關乎到 就是說 因為加減息 是建基於經濟環境的情況 經濟好才加升 經濟不好就要減息來負益 所以經濟好 因為現在升 但是股市是要升 因為經濟好 同樣地 經濟不好 減息 但是股市要跌 因為經濟不好 所以留意著 講完美股 講回港股 其實這個牛熊周期 我們上個星期已經給大家看到 整個熊市就2018年年初 走紅衣駐樓一開始 走出來 直到2022年 即去年10月 才做了一個14800的底位 也完成了 整個熊市周期的情況 這個熊市 是走過五年 從2018年到2022年 尾 走到頭尾 整個五年 其實是四年多 現在來說 很大機會 港股是做牛市的升浪 所以我可以給人快一點 來掌握 因為我用很多的特徵 因素 來瞭解 紅衣駐樓一的狀況 但是 可以亦都 告訴大家 就是說 港股 如果你聽股評 說要牛市 起碼都要上破了23000 25000 左右 那就會有人說牛市 但是你想想 現在是19000 23000 25000 那時候才說牛市 已經錯失6000點了 這個牛市 就是去年10月開始 走出來 走到今年2月 再做調整 而這個調整 不夠0.618 但是都接近了 有機會 調整完成 而是走上去的 再看下一幅圖 下一幅圖就是越線圖 給大家看看 大概的港股形態 港股形態 就是很明顯出現一個大型頭肩底 這個頭肩底 就 以去年10月作為頭 左肩應該是4、5月 現在正在做右肩的情況 右肩其實跌了 然後走上去 最關鍵就是 如果破了23000 記住 破了23000 這樣香港的牛市 就正式進入牛市升浪 當然 這個牛市升浪的 如果你看回圖 牛市一期 其實就是在14800 做底轉入牛市一期 那時候才能看到 我正在走的時間 告訴大家 這就是先後的分別 港股有什麼基本因素 有什麼條件進入大牛市 第二 一會兒 第二節 收費時段 我會詳細和大家解釋 沈大師港流資 是一個收費的節目 第二部分更加精彩 更加多了爆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訂購的話 就儘管用剛才所說過的方法去訂購 沈大師港流資 每季600元 一季有13集 如果肉面向遇 就立即訂購了